Cisco CCIE 路由交换实验考试 实战培训 我是洪李吉 本课程目标在于建立专家等级的能力 在实验考试之前 学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反复练习 熟练答题的技巧 熟练如何控制考试时间的分配 请注意考试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实际运用专家等级的能力 在复杂的网络技术和拓卜中 分析并解决客户的问题 当然完成本课程之后 希望能够大幅提高通过CCIE实验考试的机会 虽然并不是必要的 我这里建议参加的学员 最好已经通过CCNP考试 或者是在工作中有相关的工作经历 或者是已经参加过培训 熟悉这些课程的内容 包括Route Switch T-Shoot 另外下面的课程最好也熟悉 QoS BGP 在这个培训里面 全部课程一共包含10天 第一天 首先我们进行CCIE实验考试简介 解说考试准备的整体战略说明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准备程度评估的练习 这个评估的练习 这个评估的练习将包含实验考试核心的测验范围 藉由这个评估的结果 学员立刻会知道 距离最后通过真正的实验考试 还有多大的努力空间 第二天我们进行核心技术的整理复习解说 在这里我先插入一段资讯 有关实验考试的范围 可以直接到Cisco官方网站上面 搜寻CCIE Lab Exam Blueprint 就可以找到 我建议提前花一些时间去理解 可以避免让准备的方向有偏差 画面中其实也包含一个链接 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来看 考试包含的范围将包括画面中所排列出的 例如二层三层协定 一直到基本的BGP 被称为核心功能 至于MPLS到网络服务 称为进阶功能 本课程的设计也依据考试范围中的 核心功能和进阶功能 来分别进行解说 核心技术包含的是 实验环境中基础的网络互联功能 解说的内容将从设定、分析、排错 三个角度出发 确保学员的硬考的核心知识和技能 没有任何遗漏 例如DMVPN 也就是所谓的Dynamic Multipoint VPN 或是IPsec 以太网交换技术 例如STP STP保护 Ether Channel SPAN IGP内部路由协议 包含 RIP EIGRP OSPF V2 OSPF V3 路由协议 重分配 等等技术功能 第三天开始 我们将进行进阶功能的知识和技术解说 进阶功能 简单的说 就是核心功能之外的全部考试范围 我们先从BGP开始 包括BGP BGP的资讯操作工具 MPLS 和MPLS VPN Multicast 其他的进阶功能讲解 包括QoS 例如MQC Policing Class-Based Weightfare Queue 或者是Random Early Detection Cisco Network Services 例如NAT FHRP NTP DHCP 等主题的解说 基本上 到目前为止的培训和解说的内容 学员已经全部熟悉和理解 实验考试范围内 全部的知识和技能了 第六天 我们先从CCIE实验考试 答题的整体战略面讨论开始 面对庞大而复杂的考试网路拓扑 战略上 我们先做实验环境的分割 分类开始 一段一段做设定答题 我们将讨讨论 我们将讨论 在脑海中模拟 图形化的思考 避免死被 熟练各种验证的命令列iOS工具 增加验证的正确率 减少时间浪费 节省心理压力 建立任务检查清单 避免遗漏 同时方便调整答题顺序 接下来 针对CCIE实验考试考题本身 我们也将解说 设定要求的典型问句 避免误解考题的要求 实际考试里面 排错的题目特征 例如 拓幅大小 插入的问题个数 和每个问题的时间分配 排错阶段的进程 考试前预先设计排错场景的 步骤模板等等 技巧的整理讨论 接下来 我们开始进行练习用的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将和正式的实验考试 完全相同 包含排错和设定 学员大部分的时间 学员大部分的时间都将花费在设定 这个活动上面 接下来的活动 就是成绩 正式考试前 正式考试前先找出问题 学员就可以 可以针对这些盲点弱点 投入更多练习的时间 强化技巧 或者是观念上的更正与厘清 等到正式的考试 分数就会拿到 提高通过考试的机会 本课程的最后一项活动 就是在正式的实验考试前 针对每位个别学员 提供综合评估结果 和准备方向的提示 课程结束后 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实验考试练习环境 提供给学员来做最后冲刺的练习 我们也将在课程的最后一段说明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学员的熟悉程度不完全相同 很有可能一整天时间不够用 因此 课程每天的结束时间 都会比一般培训还要长还要晚 我提醒参加的学员们注意 虽然练习用的模拟考试 不是正式的考试 我们将会在课程中提醒学员 不能指练习熟练度 还要练习答题的速度 和时间的分配 基本上就是将模拟考 当成是正式的实验考试来进行 参加课程的最大好处 就是让思科销售合作伙伴 或是思科产品的企业用户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可靠的方式 来让工程师取得CCIE证书 欢迎立刻报名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